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火龙哥 我台面上摆放了三台GP 有iPhone13跟iPhone14 有一部分的粉丝朋友 因为我火龙哥 iPhone13跟iPhone14 他们的差价全无所谤的只差三四百块钱左右 那么像iPhone13跟iPhone14要等于去选择 这个视频我们等一下来讲一下 首先我们就来说一下iPhone13的配置 iPhone13它搭配的是a15的阉割版的处理器 搭配的是4db的运行为准 然后iPhone14的它同样也是搭配s5的处理器 但是它是满费版的 其次iPhone14 它配备的是6db的运行为准备 这就是它的区别 另外的话iPhone13如果说你要去选择的话 不管是什么版本iPhone13系列它不用打孔 它自带的话就是有这个卡槽 对吧 然后iPhone14系列如果说是欧版的 那么它这样的机器 它是自带卡槽的 当然如果说是美版的机器的话 像iPhone14系列 它叫拆机打孔 这就是iPhone13跟iPhone14的一个外观的区别 接下来轻微镜头 我们去华姐妹看一下iPhone14系列 目前在华姐妹市场上拿货行情话不多说 留意见 这里有两台iPhone14 有一台是128G的橙色可以拿着一个酒吧星 它这种是加拿大版本的 看到没有 加拿大加拿大也就是说 只要不是美版的机器 它就是自带这种卡槽的看没 自带卡槽也就是说 除了美版的机器以外 加拿大版本的欧版的日版的韩版的 它都可以直接插卡来信啊 不用去打卡 但是它这种欧版的机器的话 它不能用双卡 只能用单卡 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 如果说你们对那种菜机比较在意的话 那么选择这样的 人一面装的不漏气的是非常好啊 这个机器的话 现在上上走后四千亿左右 然后这种的话 有点小话的 上上是走四千三左右 这一台机器充电是76次 加拿大版本的城市很好 屏幕的话 它没划痕 贵的贵的贵的漂亮 对不对 4100就会给拿下来了 当时里面还摆放的好多 十四婆弱 十四婆弱卖个死 这台机器我们拿下来是4300 256G的 只是没那么好 一点钱养化 但是没有明显的扣碰 电池也是100的 这里有上海地区iPhone14系列128G跟256G的行情 我们已经有说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iPhone13的iPhone13这台机器 我们带回来的行情是3650 因为这台机器的电池它有90% 这个机器我相信不用太多说了 二分13系列很多人喜欢这款机器 那还是因为它的处理器比较好 对吧 但是它在iPhone14面前的话 它就暗然失色了 因为iPhone14 刚刚我一跟大家说了 iPhone14的话 它是搭配的是马确巴的s5充电器 再加上是6gb的命运程 所以说iPhone14系列的机型肯定是比iPhone13系列好 它的外观 跟这个iPhone14进一步上市差不多 如果说你的预算不够的情况下 那么你完全可以选择iPhone13系列 iPhone13的我就先说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说一下这两个iPhone14 iPhone14系列 这里有两台机器 有一台是欧版的欧版的机器 我们在上个视频也跟大家说了 欧版的机器的话 它是自带卡槽的 也就是说不用打孔 自带卡槽 如果说你要选择美版的机器的话 可能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 美版的机器 它在出厂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实力卡槽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选择美版的时候 要拆机打孔才可以 实现这个插卡 对吧 你看一下 这个是打孔的一个工艺可以看到 打孔的工艺工艺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 但是它跟这个欧版的话还是有差别的 我们在取卡槽的时候 美版的机器 看到这个卡就没有 我们要插到底才能把这个卡车拿出来 对不对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欧版的存原生态的这个单卡 欧版的机器的话还是要好一点 你看到没有 这么一点的就你就可以拿出来了 对不对 现在这个是美版的改双卡的 我们已经 把卡插进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信号稍等一下啊 5G网络是没有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 你不管是选择美版的机器 还是选择这个 欧版的单卡也好 实际上在使用上 它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的点就在于 你选择这种美版的机器 当然肯定是要打孔的 对吧 很多人就可能说打孔的话 清晰没那么好 你这个担心的话也是很正常 但是现在的欧版的机器 它是单卡的 清晰性虽说比较好一点 但是有些人它是要遇到双卡呀 所以说在选择的时候 你对双卡的需求比较在意的话 那么就选择这种美版的机器 如果说你没有双卡的需求 那么选择这种不反的机器 其实也是非常不错 这就是你们在选择机器的时候 我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 说到视频的结尾 这上来机器的行情 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的iphone13 我们带回来是3650 这台128G的这个是 是美版改双卡的 可以看到 它这里有点轻微的小扣碰 电池的话有99% 充电是73% 这台积极 我们带回来是3950 兄弟们听清楚没有3950 就可以拿下一台 无所版的改好双卡的美版 这里是无所 并不是那种有所版的机器 这台是欧版的128G 这台我们带回来是4100 为什么这两个机器的行情 单卡的反而贵一点 其实在华姐妹上上拿货的话 单卡跟美版改双卡的价格是差不多 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新机器 它的机框不一样 为什么说不一样 它的欧版的话 橙色可以达到一个980左右 这个美版改双卡的话 他这里有效扣碰 这就是每多人在选择二手手机的时候 只看价格不中他的外观 对吧 我还是那句话 二手手机一机一款 始终是普遍的道理 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说这个视频对你选择有帮助的话 点赞观众 我能够点击路上少翻车下机不见不上 拜拜